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认识了这个李月瑶是上一届亚运会的52公斤级的女子冠军 对对对 老选手了 对 运动员在训练作风上和比赛当中也是非常勇猛 技术特点来我觉得就是力量也比较大 在女孩子当中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大的运动员 你知道昨天在采访她的时候她说大家都叫她姚哥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她打发又有点硬朗 有点像男孩子一样 对她说她不爱留长头发 对对对对 然后就剪短头发看起来那个看她的形象照 也是一种阳刚气对不对 对对对她在训练当中真是男孩子一样 训练出来 能吃苦吗 对对对 能吃苦 你看刚才这个腿上经常强了一些弓弹 这是老运动员常年训练的一些伤病 但是她每天都是坚持地训练 非常刻苦的伤 也正是由于她的这种敢吃苦 敢打砍拼 所以才遭就了今天的这个成绩 对对对 那她们两位也非常的有趣 昨天说这个李月瑶是陈孟月的师姐 同时也是她的师傅 很搞笑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她这个陈孟月也是个年轻运动员 她也是我们河南籍的运动员 对 她现在但是在交流 在上个全运会交流到G0比 G0队代表G0参加比赛 那么这个运动员现在年龄小 但是说她的技术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今天在场上也是师徒之间的战争 所以昨天在采访她 问她这怎么打 一个师傅对于徒弟 你说还有得打吗 但是月瑶这个心态非常的好 她说这个亲父子站在那台上 还得比拼比空闹 对不对 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 就是一个在场的鬼子在上面 必须要在场上要好好 在我们的比赛当中 在上演我们也对一年 进行了一些要求 就是为了国家 为了什么一定要大家 把技术要发出 第一局 同方胜 是 是的 昨天还问了这个 这个李孟岳哈 陈孟岳啊 陈孟岳说 呃 我都没有信心 因为我听见这个 李月瑶的名字 我都害怕 我们看看第二回合 嗯 那这一局也是非常明显 李月瑶拿到优势 对 李月瑶就进行了压制性打法 去强选进攻来上演 嗯 陈孟岳昨天给我们看了一下 他的大腿上有点瘀青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呃 他说就是平时怕自己啊 偷懒 怕自己不不去这个进步 天天就掐自己啊 教练也会掐自己 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时候是运动员确实 对自己的要求 比较高 对对对 好像有点悬梁刺骨的那种感觉 对头悬梁追刺骨那种感觉哈 时刻提醒了自己 对 特别是我那个武术散打 或者搏击项目这种女孩子 确实不容易的 啊真的不容易 这个像他们这么大的姑娘 说心里话 按照个家都是小面袄在上面 对啊 但是在这里都打着头发的 嗯 身上青一块子一块了 嗯 那刚才下了一台 哎这个是 感觉很很轻松就到 是没站稳了还是怎么样 他没有 他压制他 他可能有些动作 可能来不及防守 就会下去了在上面 哦 哦这样也算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笔分非常的明显 拉得很开 拉得很开 嗯 但是无论如何 我感觉到这个陈梦月也是 付出了自己拼击全力去打了 对对对 哈哈哈哈 珍惜此时此刻的这个机会哈 昨天晚上的这个陈梦月 那个队员还过生日了 哦是吗 对对对对 他今年是21岁了 对对对 这个刚刚说了 刚刚说了 刚刚说了 然后昨天还碰到他 还鼓励着他 所以说他好 他说我们 我一定要好好打在上面 嗯 打好每一场比赛就是送给自己 最好的流入 对对对对 哎呦 这样也算吗 对也算下了一台 如果单腿下泪 也算是下台了 对对对对 只要脱离了 就任何一个地方 过来的擂台下 都算下泪 第二局 洪方胜 所以就是三局两胜 还没到两胜的时候 就直接两次下台 直接结束 这个已经刚刚说两次下泪了一天 这一局就下泪了 这个太快了 跟我们今天国际比赛规则里面 还有很大区别 但是这个下泪 这个下泪只是一种 取胜的一种方式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洪方胜 好 祝贺郑州体育学院李月瑶 感谢吉林 陈梦岳